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朴槿惠前律师都泰宇坐不住了 九日晚上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称自己4月16日探视朴槿惠 并与他交谈了一小时十分钟 不过 由于腰疼难忍 朴槿惠足占了一个小时 都泰宇批判道 拘留所致朴槿惠的病痛于不顾 无异于反人道的言行逼问 他呼吁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允许朴槿惠保外就医 报道推测称 朴槿惠若想申请保外就医 需要先申请停止执行拘留 而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对于经过法院判决 正在监狱服刑的人来说 患有危急生命的严重疾病 70岁以上高龄 或者怀孕6个月以上等情况下 才能获准停止执行拘留 朴槿惠符合条件吗 报道说 他目前确实躲病缠身 除了被腰椎肩盘突出 脚伤困扰之外 还有胃症卵 咽咽等疾病 不过 监狱管理部门确认为 朴槿惠的健康状况 还没到难以继续扶行的严重程度 4月6日 朴槿惠被一审判处 24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18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06亿元 18宗指控中有16宗被认定有罪 目前案件已进入二审阶段 FUNCTION VARS等于加MATH RANDOM Toxtrin36 Slice R B O C U M E A T W R T E W I A D O W S L O T B Y D U P